大家好,今天花了20块钱买了一大块猪排骨,咱们今天用这块猪排骨搭配一个萝卜,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特色吃法。 现在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排骨,切成小块。 我这块排骨呢,已经提前用冷水泡过了,血水已经去除了一大半。 大家在做之前,记得先将排骨用水泡一会儿,泡一下血水再做。 排骨都给它切成像这么大的小块就可以了,先放在一旁。 接下来呢,我们把准备的萝卜也给它处理一下,先去皮。 萝卜去皮之后,切成滚刀块。 以后朋友们,你再想吃排骨了,你就按我今天这个方法来。 用排骨搭配萝卜一起做,真的太好吃了。 做出来的排骨非常的鲜嫩,不腥也不柴。 下面,我们先把排骨冷水下锅,放适量的葱炖,生姜,还有白酒去腥,给它焯个水。 把排骨里面残余的血水给它排出来。 水烧开之后,再煮三分钟左右,锅里面的排骨就可以了。 控水烙出,烙出以后,排骨记得用温水洗净。 我这个已经是洗好的了,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烹饪了。 锅中倒少许的油,跟着将处理好的排骨下锅,炒一下。 将排骨表面的水分炒干,炒出排骨的香味。 直到炒的排骨表面看起来有点焦焦的时候,再放入葱段和姜片。 一袋好吃的红烧酱汁。 这款红烧酱汁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了,特别的好用。 如果你平时喜欢做个红烧排骨,红烧肉,红烧鱼啥的,可以试试这个。 上色特别的漂亮,颜色红润,而且透亮,无任何的添加剂。 咱们简单的翻炒几下,把排骨给它炒至上色。 重点,这时候一定要放开水。 开水煮出来的排骨肉质才不会发柴哦。 淹没排骨即可。 放一个调料包。 然后我们盖上果盖,中火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这儿了。 就麻烦大家,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这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先谢谢大家了。 20分钟之后,咱们把锅里面的大葱,还有生姜都给它挑出去。 随后盖上果盖,再煮10分钟。 30分钟之后,将切好的白萝卜下锅。 萝卜和排骨一起烧。 萝卜不仅可以吸收排骨的油脂,而且还有去腥、去异味、解油腻的作用。 盖上果盖,再煮15分钟。 经过45分钟,漫长的等待,咱们锅里面的红烧排骨。 如果汤汁多的话,再用大火烧瘦汁,就可以出锅了。 真的是好香呀。 出锅以后,再放点香菜,点缀一下,就可以上桌开吃了。 咱们这样做的红烧排骨,不仅鲜香软烂,而且入味,吃起来也不油腻。 这都是白萝卜的功劳。 在家这样做的排骨,味道是一绝的。 干净,卫生,吃起来也放心。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同时,别忘记点赞,收藏,转发,留言,交作业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。